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很多人會想說為什麼在台灣的街上要穿日本的浴衣呢 因為關子嶺這邊從日治時期就跟日本有一些淵源 那這邊拜的神明呢是日本的不動明王 那在台灣就被稱為是火神爺 那這邊有很多的日式建築啊日式的東西 所以穿浴衣走在這邊也就不會有違和感了 沙岩跟打卡是希拉雅的吉祥物喔 這邊就是溫泉聚落 有很多的溫泉會坊乾脆是告警喔 哇我到了這邊是天梯 可以俯瞰整個關子嶺的景色喔 哇好高喔 我現在在爬好旱坡 聽說這是日治時期日軍強健身體在爬的喔 哇一大片的蓮花 這邊是IG的熱門景點 我終於來到了 我常常看到大家都在做這個超大的大王連 我現在終於看到的真的好大喔 那這邊呢有蓮香的美稱 每年6月到8月有很多人來這邊特地來做這個大王連 我們趕快去做做看 好緊張喔 聽說他的承載量有75公斤 我現在要下去了 很怕我會不會陷下去 哇 好在位置 好 要在中間一點 哇 啊啊啊 等一下 好 好好好 哇 好好 我現在不敢動 立正站好 立正站好 哇 我如果在這邊跌倒一定會掉下去對不對 我不能跌倒 天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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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緊張喔 那還有這邊很特別的是居然這個大王連可以變魔術 我們來看看到底是什麼魔術 好 手動開 這樣嗎 上下擺動 上下擺動 對 不要拿到這裡 我是不是在前進 天啊 太可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我在動耶 我像小牛一樣的飛 天啊 太厲害了 我一開始以為這邊的魔術 是要在大王連上面玩庫克牌的那種魔術 魔術 這種魔術太酷了 天啊 這個是什麼原理 好想知道 天啊 來 你先來玩魔術 好 下擺動 好 我拉繩子 我拉繩子 對 好 沒有動 沒有動 別人沒有繩子 別對拉不動 來我這邊是摩滑手 摩滑手 就給你 你接住以後就可以拉回來了 重點要接住 來給你 好 麻煩的拉 拉拉拉 眼睛看前面 欸 有 這個的 為什麼 太厲害了 太強了 為什麼 為什麼會動啊 好神奇喔 太酷了 我第一次看到耶 而且我剛剛有問老闆啊 就是 他為什麼可以長這麼大 他說他一個晚上就可以長30公分耶 這太驚人了 然後這麼樣的大小 大概兩三天就會變這麼大 真的很厲害 我剛剛被大王連嚇到肚子很餓 趕快來吃 蓮子大腸 看起來就很好吃 這個是 荷葉香飯 還有甜點 嗯 嗯 好吃 好吃 對 好好吃喔 好 來到台南 怎麼可以錯過故宮南苑呢 其實跟故宮北苑風格很不一樣 展的東西也都完全不一樣喔 很可惜 有些東西不能夠拍攝不能帶給大家 只是讓我覺得就是更認識了台灣 這邊一定要我來看看 哇 我們走完這趟的行程了 那我在這趟行程發現呢 台灣的觀光真的越來越厲害了 有很多讓外國人更方便的途徑 還有一些更貼心的設計 那我自己也是身為喜歡台灣的人 希望介紹更多美好的台灣 給更多外國人知道 那也請大家可以親自走走看我們的行程喔 好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讓我們按讚留言分享喔 如果你知道什麼貨搜宅 也可以告訴我們 記得訂閱記得訂閱 好那我們還有其他的類別影片 還有每天用中文日文用 Instagram Facebook 分享資訊 那也歡迎看看喔 那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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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下期再見